这边常用心头影片 那我想我们还是用空白就好了 因为它都还是算是同一个系列 同一个重点就是建立表格 这是第三点 第一点是PowerPoint自己做的 第二点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Word里面抓进来 第三个就是我现在讲的 要用Excel来插入表格 所以我们给它建立空白表格就可以了 好 各位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个如果你的表格需要用到计算 我就建议你强烈的建议 要用这个方式来做 就是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插入Excel的表格 好 来 各位看一下在这边 我以后不要跑到哪里去 好 来 看一下 插入的标签进来 好 然后呢 把表格点下去 最底下最底下有一个Excel的四算表 就在这里 你从插入进来 再从表格进来 请选Excel 试算表 好 点进来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呢 它跟Word一样 有一个 有一个呢 什么呢 有一个小的框框 你要把它拉开 你要按住这个角角 把它拉开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大没关系 好 那你就会发现 你在PowerPoint的状态之下 你在PowerPoint的状态之下呢 你看到的画面 事实上是Excel的画面 好 那各位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个是从无到有 我的意思是说呢 假如你要的资料是要从头来的 从无到有的 那它现在就是开了一个空白的Excel档给你 好 啊 它等一下不会要你另外存档 不会 它就是存在 它就是跟着这个PowerPoint呢 都挂在一起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要从无到有 开始做 那你就在PowerPoint当中 插入Excel的这个表格 进来做就可以了 而且呢 你会发现呢 好 那么 往上看啊 好 那么呢 这边啊 你就会发现 是Excel的画面哦 你看 有公式哦 它把Excel的功能表 Excel的面板 工具面板 抓过来给你用哦 好 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做计算 可以做分析 好 等等都可以 就好像你在Excel里面 一样的道理 好 这样子 所以呢 你在里面呢 基本上都可以来这样子 来使用它 好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嗯 嗯 用用 看一下哦 随便的哦 我们就 啊 不给你们用 是吗 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表格 我把 等一下我再把画面的方大一点 我把 等一下我再把画面的方大一点 我把 等一下我再把画面的方大一点 好 随便的哈 来 各位看一下 好 随便的哈 好 那你说它不让你用吗 好 那你说它不让你用吗 你把画面的方大一点 你把它 稍微按住 它大一点 嗯 好 不用不出来 啊 不用这样子 好 因为你的画面一定要丢到便利 就下一张 在这里嘛 嗯 看一张 欸 在这里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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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嗯 嗯 有了 有了 ok 啊 那我再去动一下的话 所以你从后面再给大家看 就是 好 后面在这里 嗯 好 来 那各位你们注意一下哈 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就是在Excel里面 虽然它是在PowerPoint的状态下 你就是把它想象你就是在Excel里面做 意思就可以了 好 啊你做完了你一样可以把它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我把它的画面 我把它的字弄大一点好了哈 嘿 我把它的字把它设大一点 好 来 各位你看一下 哦 这样后面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呢 这个图 这个我们把这个蓝啊都把它拉大一点 好 这个都是各位来讲都已经 哦 都会做的 甚至于呢 我们来做Sigma 来我们来做 比如说做一个合计 哦 因为它在Excel里面了 所以基本上呢 公式这些通通都不成问题 哦 你看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哪 把它做完毕之后 哦 把它做完毕之后 那请各位注意哦 哦 完成以后呢 哦 比如说我把它选起来 去把它 嘿 给它一个 色彩样子 嗯 给它一个样子 嗯 给它一个样子 框线 给它框线就好了 没关系 好 就给它一个框线往底就可以 好 框线 好 这样子哈 啊 顶多这边往底 这边给它黄色的往底 哦 这边给它淡 淡蓝色的好了 好 那各位请看哦 只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哦 你的表格 因为是从无到有 从头开始的 所以基本上 哦 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稍微的注意一下 哦 那么你的表格要做多大 哦 因为呢 如果你要做大一点的时候 也可以 等一下呢 你就先做好 把里面的资料呢 都先用好以后 来 各位请看一下 如果你假设已经完成了 这个表格 哦 那么呢 你OK了 等我靠近再点一下 哦 啊 你注意看哦 如果你在那边就点一下呢 PowerPoint就认为 你的范围啊 就这么大哦 请注意看 事实上呢 我们表格 我们的Excel的范围 只有做到这边而已 可是因为当初呢 我们范围给它拉那么大 所以他认为呢 你的Excel的范围就这么大 如果你把它拉小 你想说我把它拉 拉进来一点 不行 拉进来一点相对的 你的表格就会变得很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你等于你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建议你 如果你的表格做完以后 大概你就知道范围了 你在里面哦 当你还在Excel的状态之下呢 我建议你呢 哦 把这个框框啊 因为你就只有用到那么大嘛 你就把它呢 缩小到靠近它就好了 缩小到靠近它就好 OK了以后呢 等我靠边 因为要浸在水素的调子 这样了解吗 哦 这样子的话呢 你还可以再把它拉大 这样子我们的表格是就变大了 这样懂意思了吗 好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表格处理的OK 首先就是你呢 一开始的时候 那么你在做 你在做资料表的时候 做完以后 在Excel的状态之下 你要记得 拉按住这个脚胶啊 去把你的范围 尽量的贴近啊 尽量的贴近你的这个表格 你的资料表 尽量贴近你的资料表 不要插太多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完成以后呢 擀边的嘴都在调子里 让你回到啊 回到我们的PowerPoint的状态 然后你想要把它调大一点 再按住脚胶拉大 所以你要把它拉大 要把画面拉大呢 是回到PowerPoint的状态之后呢 再把它拉大 这样了解了哈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帮你看哈 来各位请看哦 好 你除了表格之外 旁边是不是也看到了其他的隔线 对不对 除了这个资料表之外 你在旁边也看到隔线了 对不对 我如果现在呢去把它 好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去把它测试 好 我们现在去播放它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隔线 有耶 听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隔线啊 基本上 虽然我们的资料表就有到这边 但是呢 如果你旁边这些隔线哦 事实上是用不到 这样的话也蛮难看的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建议你哈 建议你请看哦 你这些隔线呢 尽量不要显现出来 就只有我们的资料表有框线了 OK了 网底也OK了 资料表的外面 如果有这些不要用的隔线 隔线跑出来显示的话呢 你最好把它呢 不要显示 哦 这个地方是各位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好啊怎么办呢 我先到里面点两下 再一次的进到了我们的Excel的一个状态 进到Excel状态 旁边这些隔线呢 不要显示的话呢 那请各位要到这边来 哦 看一下指尖是 哦 有在这里 你进到了我们的 简式的标签进来哦 这里有一个隔线告白点 你把它打锅取消 打锅取消之后呢 你注意看 旁边那些隔线 通通都隐藏起来了 哦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看 哦 好了 以后挡边他嘴 在外面找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哦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不会再看到隔线了 哦 这样的话呢 你呢 要拉大呢 也不会有问题 哦 他就不会很难看 哦 哦 这样子 你看就漂亮了 哦 所以而且哦 需要修改 随时都可以修改 哦 因为他是Excel做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修改 要修改任何的资料 随时在那边点两下 哦 哦 数据有任何的修正 直接点两下 在里面做修正 修正完毕 按一下Enter 他马上就Update过来了 完整以后呢 再挡 刮靠呢 框框的外面再点一下呢 回到PowerPoint就可以了 哦 所以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 如果你的资料表有需要做到计算 哦 分析等等 那我们都建议各位 你啊 尽量的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在PowerPoint的状态之下 打开Excel来做 甚至于我们后面那个主题 图表也是一样 如果你今天要做图表啊 我就建议你哦 建议各位 你就在Excel的状态之下来做图表 做表格做图表 这样子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呢 那么 我们的表格啊 以后各位在PowerPoint里面 如果要做表格 你自己呢 衡量一下 是要在PowerPoint里面自己做 还是在握着做 把它丢进来 其实也可以Copy进来哦 你呢 其实可以在握着里面 做好Copy贴进来也可以哦 Excel的话也可以哦 你在Excel里面啊 把表格做好 Copy贴进来 可是贴进来之后呢 它是变普通的表格哦 它没有计算的功能哦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比较稳当的方式 就像我现在讲的 在PowerPoint的状态之下 去把它插入Excel的表格 在Excel的状态 去把它做起来 因为资料如果有随时修正 可以随时update过来 非常的方便哦 来至于后面 我们要讲下一个主题 就是图表 我也希望各位 在Excel的状态之下做图表 这样子如果资料有任何的更动 可以马上update过来 好 那以上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就讲到这边哦 插入表格 那我们今天啊 基本上 哦 这样